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平时日常生活中每天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十件能够怎么说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每天日常生活几乎每天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的必不可少的十件小东西 然后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他们可以给我带来生活的幸福感嘛 反正都是特别特别简单特别普通的小东西 我想说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呢就是我的水杯 这个是我前几天才买的 是在星巴克买的 刚来英国的时候吧我就想说很想要一个这样带吸管的杯子 然后一直都没有看到喜欢的合适的 不像国内有淘宝 然后你可以搜到各种各种又便宜又好看的杯子 但是英国选择就比较少 然后我前几天去逛星巴克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杯子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它底下是绿色的 然后有这种花纹 上面拍了一个粉红色的吸管 然后这样的撞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杯子 就是它虽然比较贵 但是它真的是有它贵的理由 就是它可以看到了吗 它这个就是盖子都是有厚度的 然后它杯子也是那种比较厚的那种 为什么一定要买一个带吸管的呢 因为我平时就是录视频的时候又有擦口红嘛 所以如果用普通的杯子的话 它就会弄到那个杯壁上面 杯口那里 很麻烦然后你还得去擦 但是吸管杯就不会啦 超级方便 然后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就是跟我有相同的习惯 如果我在外面如果买了一杯奶茶 然后这样插吸管的 我就会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但是如果是那种广口杯 我就不会说想要一直喝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如果有吸管的话 我就会拿在手里就是 会一直想要去喝它 所以说买了这个杯子以后 我喝水量就是 我感觉是比以前有一个提升的 虽然我本来也就很爱喝水了 但是我觉得有比以前喝更多的水 Full Cold Beverages 就是只能装冷饮 但是我是用它来装温水什么的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开水那种比较烫的水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塑料的嘛 一个是塑料的可能会被开水烫过以后 被撒发一些就是不太好的化学物质 还有一点就是怕它那个杯壁 或者吸管什么的会炸掉 第二个东西呢就是眼罩 然后我要介绍两款眼罩 一个呢就是这个 一直很火的花王的蒸汽眼罩 麻烦了 这样子 真的很好用 首先它 我买的这个是薰衣草味的 然后大家知道薰衣草有养神安眠的作用嘛 所以闻到那个香味就会觉得让你的心情很平静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它很方便 它是这种一次性的嘛 就是一袋里面只有一个 我平时是不会用它的 但是如果我出去玩的话 我就会拿一个放在包里 它之所以叫蒸汽眼罩呢 是因为它是就是你戴上去以后它会发热 像我出去玩一般都是跟朋友合住一张床这样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先收拾好了 然后准备睡觉了 但是它没有弄完 这样我就可以戴着这个眼罩 就是它开着灯也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眼罩戴上去非常的舒服 这个设计非常好 就是它完全不会说是会压到你的耳朵 或者压到你的眼睛这样 然后它有好几种味道 但是我只用过薰衣草味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买试试 有一点就是我之前有给同学用过 然后他觉得这个太烫了 但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热热的东西 第二种眼罩呢 就是这种普通的眼罩 这个是我之前在Muji买的 然后它有配一个这样子的小袋子 就是这样比较好收纳一点 如果你不用的话 就把它装进这个袋子里面 然后带出门什么的也会比较方便 它是这种棉的质地 所以非常舒服 然后这个眼罩这里是有一点点厚度 但是我有点不懂它这里为什么有一个 这个东西 就是它这里有双层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后面的这个袋子 它是比较粗的这种 因为我之前在淘宝上面买过那种 就是袋子很细的 就很容易滑 所以它这种粗粗的袋子的话就不会 这个戴得很牢 这个眼罩我就是平时在家里的时候用 因为我们寝室这个窗帘 它不是很遮光 我觉得戴着眼罩它对我的睡眠质量真的有所提升 我觉得它有让我的睡眠变得更沉 而且像以前的话 比如说我八点半的时候完全醒过来 但是其实我八点半之前 就是已经处在一个半睡眠的状态 就是已经不再熟睡了 但是我觉得戴上这个以后 就是比如说我还是八点半醒过来 但是我之前的那个睡眠状态一直都比较沉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的睡眠质量是有所提升的 下面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这个棉森的棉柔筋 它是这种长得像抽纸一样的 但是它不是纸质的 它是这种 这个材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看一下啊 本品精选百分之百优质天然棉纤维为原料 上大学之后我就没有再用毛巾洗脸了 我一般都是用这种一次性用完就可以扔掉的棉柔筋 或者是化妆棉来就是洗完脸之后擦脸 因为毛巾这个东西就是它很容易滋生细菌嘛 然后你放在浴室发卫生间那种比较潮湿的地方 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没有完全干 你又不可能每次用完都去洗它 所以我觉得还就是还蛮不卫生的 这是我出国之前在淘宝上面买了一盒 然后带过来的 我最近都没有再用这一个 我最近用的是就是我之前在无印良品买的这个化妆棉 我是就是用它洗完脸之后来擦脸 因为这个化妆棉很大一片 大家可以看到吧 就是非常大一片 如果我是用它来卸眼妆的话 我就会把它剪成一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由我剪成一半 然后就是用它来卸眼妆我觉得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我是洗完脸来擦脸的呢 我就会用一整个这样 然后擦完脸之后再在上面倒上一些化妆水 这样再做一个相当于二次清洁 或者是去角质的一个动作吧 这两个东西我都还蛮推荐的 而且价格也都不贵 这个我在国内买的好像是15块钱左右 反正淘宝上非常好买 然后这个的话我是在英国这边买的 好像是1.98磅吧 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也是一个我在淘宝上面买的这种微胶的分装瓶 我的发质比较的不好 然后我出门的话 一般都会自己带洗发水和护发素 因为我觉得酒店的洗不干净 然后酒店也一般不怎么 就是很少会提供护发素 然后如果他们提供那种小袋妆的 我觉得很难撕开 你们觉不觉得 酒店的那种护发素真的很难撕开 就感觉它不想让你用一样 它这个是50毫升的 它是硅胶的 其实如果你们在 就是名创优品这样的店 是可以买到那种塑料制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那种很难倒出来 像硅胶的话你就可以挤 然后就很好挤出来 它这个盖子是很紧的那种 完全不会说是漏 我应该在我的那个 就是我的化妆包里面 有什么的那个视频里面 应该提到过 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方便 非常实用 它有几种尺寸 好像还有比这个更大一点 100毫升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50毫升的就足够了 如果你不是在外面待很长时间 两三个星期这样 一个星期的话 50毫升的就足够了 下面要跟大家讲的呢 是我之前在我 我的一天里面都干了些什么的 那个视频里面出现过的 这个洗刷子的小工具 然后它是长这样 然后后面写的是brush egg 洗刷蛋这样的东西 然后它这边 它这个原理就相当于搓衣板的原理 如果你化妆的话 这个东西真的是必备 就是你洗刷子的时候 然后在上面倒一点 洗刷液 然后你直接用化妆刷在上面打圈 就可以洗干净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 当我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是怎么洗刷子的 你看它这一边 这种横格状的呢 就是横条状的 就是用来洗这种大刷子 然后前面它是这种点状的 就是用来洗小刷子 把刷子打湿 然后上面沾满那个洗刷液 然后你就在上面打圈 就OK了 刷子就可以洗得非常干净 我这个也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我记得特别便宜 大概四块四五块的样子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你用 它还可以用来洗海绵蛋 跟气垫粉扑 然后你就是使用同样的手法 然后它这个底部呢 是这种平口的设计 然后它可以 平时就立在你的那个洗手池上面 它这个底下是这种镂空的 它是说你可以伸手指进去 然后这样洗 但是我平时就是这么拿着 然后洗的 如果你化妆 用化妆刷 这个绝对是你的生活必需品 一定要